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川媒 我是Gary 今天因为要去送东西 所以就驾车出来 顺便路上拍点东西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看来路上的车还是不少的 有送货的车 还有个警车 公司要送一些货 所以就出来拍点东西 等一下再去popular去看一看 再买一点办公用品 所以今天就拍点东西给大家看一看吧 因为这么多天以来一直都在家里边拍 所以感觉也挺白板的画面 今天就拍点动感 喜欢新加坡风景的呢 我就用我的摄像机给大家拍一拍 看一看 看看新加坡经过了一个月封城之后 是个什么状态 基本上路上是没有人的 前边是那个送餐的 这几个汽车送餐的还有 最近听说这个新加坡的送餐很火爆 还有昨天听到一个新闻 有一个送餐去楼上 结果被一个不明男子追着打了好几层楼 什么怪事都有 是不是在家憋疯了 遇到送餐再出一出气啊 以前每到上这条路的时候 都是非常多的车 现在基本上就是开起来很顺了 不知道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 前几天新加坡要逐步的开放 可是网上一些声音讲说太早了 结果这个部长又出来说 这个可能不会开放太早 还要再坚持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样也是比较不错的 等到不能急于求成啊 我现在走的这条是新加坡的这个 就是属于像如果按照中国的说法讲 叫二级公路 它算不上 它不算快速 但是也很宽 新加坡虽然很小 但是它的路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修路非常的快 晚上 有的时候晚上出来发现这条路 在修的时候 早上起床再来跑这条路就已经修好了 好 接下来我就把它放快吧 快下快速了 这有个红维灯 这个画面倒挺清晰的 这会好像是亮很多了 顾地冲游的感觉 你怎么是 好久好久没到这边来了 这一路多少个测速的 又一个 这边这条路是 从那到这就三个 这个是拍闯红灯的 这么多变化 它要从这走就从这走了 从这直接上 好的 现在我们去看MIS MOVE去看一看 买一点办公用品 就这个没准可以 这些是关门的 啊 这个宝宝 啊 眼睛店还可以开 啊 衣服店全部都开了 眼睛店是开着的 这个饭店都是送食 都可以准备送了 啊 grab food 可以 有这么个小东西真好 好多店都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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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店 面包店在开 好多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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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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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